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正越大的道理 就是越对的道理 越渗透到整个人类中 他不会 那样的道理 他不会因为人间的贫富贵贱 男女老幼 或者人间的什么 读书多少 他不会受这个影响 他不会受这个影响 男女老幼贫富贵贱 这个读书多少 哈佛斯坦福 对不对 还是隔壁老王 这些都是在人的层 人的现实环境层面中的生活 而文化是神传递的 文化是神传递 有着他内在的根脉 他内在的根脉 我眼睛里 就是其实是指人的 不能叫 其实某种程度上 不能叫精神 真正的概念 我以为就是人的灵魂的概念 人的生命的两个部分 同样是相生相克 道理存在 相生相克道理存在 那我没看过 中国的神仙传 我没看过 这个咱知道的 所谓的这个伊甸园的故事 也就知道那么点 对吧 在维基百科中 维基解密中 维基百科中 看看 是这个故事 就完了 那我个人只不过是 按照时间的概念 按照这种顺序 跟大家分 我能看到的 它中间的差距 你比如说 就像这个夏娃 贪心在先 贪心在先 出事情在后 出事情呢 就被撒旦诱惑 贪心为什么在先 他在我眼睛里 其实是指了 在神在造他的时候 就包含了贪心的成分 就这么造 因为造他跟造亚当不一样 亚当是神 直接用神的东西造 夏娃是从亚当身上 抽了一根肋骨 所以夏娃的身体 是在亚当的身体基础上 是在亚当的身体的基础上 在亚当 你看亚当被夏娃诱惑之后 出了事情之后 吃了果子之后 这个神进入的 神来到一点园 亚当躲起来 亚当是用无花果树 挡住自己的下神 我们印象中提到夏娃用什么东西挡住 我没有印象 他挡什么 对不对 但男人用无花果树挡在了自己的下神身上 无花果 不用南宁集合 不用叠采花 不用路边的野采 路边的野花 爱采 要采白不采 不采白不采 那是原来唱的歌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不采白不采 忘了那歌怎么唱 那书 大家开玩笑 就说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后面就跟着了 不采白不采 采了也白采 他就是那个年代的人 说那种故事 说那种花 但是 那个神 神的故事里面可讲的是 那个男人用的是无花果树 其实 我能听懂 能够隐喻的就是 人的自身 通过修炼 就可以成 本来就可以产生结果的 本来就可以产生结果的 换句话说 在人的身体 自己有神的力量 他自然就能够成功 成功的意思就是 真正上天堂 但 他后来不是 对不对 他反向走 出了个女人 女人被受骗 女文 不叫被受骗了 实际就是 我觉得就是那么来的 是他身上有着贪婪的因素 所以他如果没有贪婪的因素 作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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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旦来讲 他怎么去诱惑他 诱惑不成的 所以两个人出了之后 打出亿电源之后 男女结合生孩子 所以 人的现实环境就 本身为什么是苦的 是当初犯的错误 造的这层空间就这样 会一茬子不如一茬子的 一茬不如一茬子的 有朋友说 什么叫一茬不如一茬子 我举个例子 就现在 就现在 其实包括我这个年龄 往下的很多人 大家都用iPhone用手机 对不对 不一定用iPhone 都用手机 没错吧 我们都在发短信 都在发微信 对不对 如果有一天 我们的手机 全都被摧毁了 这智能手机没多少天 有十年 全都摧毁了 我问大家 有多少人会写字 我这个年龄的很多人 是提笔王字的 因为他不用写 他只要用拼音加加 在手机上就行了 所以当一旦扔掉的时候 他不会写 连拼音加加这几个字 都拼不出来了 所以精湛精深 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的 开玩笑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你只要稍微设想一下 你就想想你自己 在有多少机会 还用笔写字了 我们自己的机会 你有多少机会 用笔写字 你还有多少机会 用笔在一个纸上 去写文章 去措辞 其实想过没有 文化消失了 在个体身上 再有这种状况 再用十年 五年十年 5G出来之后 人全都毁掉了 人成为了电脑的动物 那这个时候 如果掌控5G的人 摧毁人 一如反掌 人已经失去了 生存的能力 人没有5G 已经不会活着了 人没有5G 已经不会活了 非常有可能 所以人的贪婪也好 人的贪心也好 人的色欲也好 就成为了最古老的东西 成为了最古老的传统 成为了最古老的东西 我记得那是很早了 看那时候讲说 中国 他不讲 人类最古老的一个行业 可能就是男女之间这些事情 换劳力呀 换这个 我都忘了 那时候是看了什么书了 这个这个 就是男女之间 为了女人也有家 那换怎么换呢 用身体换 男人在家里干活 然后就是这种 还没有货币呢 就开始有这种行业的 这种行业的交替 那时候乱 刚刚改革开放 乱看书 什么都有 反正什么东西 也分辨不出来 那现在其实看这个事呢 其实就跟当初神造人有关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其实是有关系的 那而他的关系的基础 就是夏娃的贪婪 生命本身最终的基础 再造他的 有他的贪婪 那而进入到人的环境中 一男一女是对应来的 变成了相生相克存在的 所以就出了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就老出现了 剑桥女学霸 撂倒了四川省副省长 其实还有一个军工部的部长 这个传是间谍罪 这个这个人就就 彭宇 是彭宇行啊 是彭宇航 我不知道 应该不知道 他应该是他自己的名字了 反正就这样了 就彭宇彭宇什么东西了 这里面出现了个女人 年轻有为三十五岁正当年 这个什么都耍得开 什么都敢干 这个这个这个女人 什么都耍得开 什么都敢干 所以就什么都玩得起 那别人就玩不起他 就出事了 就有朋友说开玩笑 说你什么三十五岁 去海湖庄园那个女的 三十二岁 都见过十年 见过世面的年龄 副省长彭宇行 就叫彭宇行吧 彭宇行吧 被查 结果他落马呢 应涉嫌到间谍罪 这个消息传出来 因为在查他的时候 同时把四川的核武器制造基地的军工老总 也给干掉了 也给干掉 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另外的故事 而这有其中传出来一个女人叫王丽杰 是剑桥的 厉害啊 剑桥的双料女间谍 他讲双料女间谍的意思应该是相互的 他是这么讲 双料女间谍 人家这女人厉害 参加了一带一路 推替习近平推一带一路的人 是双料女间谍 然后把男人给撂倒了 与中英和第三国牵线 牵线打桥 都是女人会 女人啊 都是女人干的 跟女人没仇啊 就是 我讲的是贪女 这个东西一点招都没有 一点招都没有 在丛林法则 在丛林法则的背景之下 人有这么一句话 说男人有了钱就坏了 女人坏了就有钱 男人有了钱就坏了 女人坏了就有钱 就看你敢干不敢干 这是丛林法则 所以那是毁人不倦的 毁掉的毁 不是教诲的毁 这东西丛林法则就是毁人不倦的 有一个死一个 有一个舍一个 有一个完蛋一个 这就是这么来的 绵羊的知情人说 他在那地方在绵羊干了两年半 然后呢他说 对他实施的叫光亮工程有批听命之外 他没听说过有贪腐的问题 所以他应该不是在民间不是说不是贪腐问题 而是因为被女间谍干掉 28号干了 严重伪计 那62年出生的正当年 曾经在法国留学 居立大学 内疆市委书记 绵羊市委书记 绵羊科技城 绵羊科技城中共党额公书记 这个厉害 这其实就是中共的核基地的地方 17年9月份副省长 他重要的职务 省军民融合办公室主任 这是关键 省军民融合委员会 这是习近平搭建 习近平搭建的背景 就像华为的身份 阿里巴巴的身份 全都在其中 所有民营企业 其实都跟中共的军队相关 那那个职位太厉害 那个职位厉害在哪 他用国家的权利 用他国家的概念 军队的概念 他可以要求所有民企 在民企中 既为民营企业带来生意 那给钱呢 但同时 他又威胁了 磐石了 吃掉了民营企业 双料女间谍给他撂稿了 这是复旦大学的教授 叫厚阳芳 在微博上说的 他把他们俩给连在一起了 但这个帖子给删了 海外推特平台上 贴出了个帖子 据说是 这是这个女的 中共的国家就还毁在女人身上了 但中共的这种蓬勃的发展 大屁股崛起 都仰仗着女人了 2018年10月份 剑桥 他叫剑桥原地中心主任 王立杰 他当时到乌兹别克斯坦 剑桥 中国中心主任 这基本就是你知道 为什么美国人在 美国FBI讲说 叫封杀 叫与中国 与中共 叫公共关系也好 或者说公派的任何 政府相关的任何机构 都给他封杀 其实是类似了 类似了 剑桥学霸 你学霸 北京的 北京的35岁 东城区的人 他到日本读书 待了一年就转到英国的 威林顿公学 那很厉害 这是获得学位时的照片 他没说是怎么获得的 后来在伦敦国王学院 取得生物化学学士学位 国际市场管理硕士学位 2016年剑桥大学 MBA 他读的蛮杂的 对吧 生物化学学士 市场管理 他在日本又读的私立 这事有点连不上 那为什么人有这么大本事 可以这么插着学 对不对 本来这么学 学到后脑巢 人有本事 叫学霸 那你听起来 怎么我听起来 也是怪别扭 他可不仅仅是学霸的问题 对不对 就读书对于他来讲 就是张飞吃豆芽小菜 那而且很有手段 去年投资家访问 透露自己在剑桥大学 女王学院 提交申请 永久容易院士 那咱不知道人家 为什么能够成为院士 院士不就得 得有成果吧 当然吃饭也是一种成果 这是没错 他成为了首位官方 全球中国 全球中国大使 咱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首位官方 全球中国大使 听不到 听不懂 就是他一直都在做大使 做大使就是 就是拉拉扯扯 对不对 大使就是拉拉扯扯 关系来关系去 就是大使 我想大使 就是这么回事 那你物理学教授 你得给人带学生 那人家文学教授 得不说话 才能做文学教授 对吧 莫言 不说话 那他得有东西 人大使 你知道 对不对 你听大使 不就拉拉扯扯吗 我觉得就是 剑桥毕业 结交权贵 政治资源丰富 有形容说 长袖善武 外交专家 积极参加英国青年组织 甚至参与中共的 一带一路 出访过无数国家 为一带一路 签梅拉签 你看 他拉拉扯扯 他就 10号 人 见首相去了 那不是拉拉扯扯吗 你怎么看都是拉拉扯扯 对吧 他曾经 他曾经得到英国政府首相的邀请 他这里没交代这个人 现在是怎么回事 他没说 一直交代他 前首相卡麦伦 欧盟的全轮值主席 爱亨 叫什么 圣路西亚总理 英国首相 都跟他拉扯过 所以那 那到底是什么人 他替谁拉扯 所以他上面说叫双药建立 王立杰 彭与行 中共核武器所在地 他在这地方有过交往 绵阳 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应该是他 那个 这个姓王的 姓彭的 叫军民融合委员会 那个官位太厉害 绵阳科技城 四川第二大城市 重要的国防城市 科研基地 工程物理研究院 空气力学发展中心 叫燃气涡轮研究中心 都在那 18家 而且也是唯一的一个核武器研究中心 那他姓彭的 是主管整个那个地区 而这个女的在那 跟他拉拉扯扯了 就给搞定了 传闻 他已经被境外组织策划 被国安部门压到北京 不是经济问题 只是以经济问题为借口抓的他 那这个这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那这个东西呢 看起来跟原来概念就不太一样了 美国人在抓间谍 他中国人也在抓间谍 但这个中国人抓间谍是中国人 美国人抓间谍也是中国人 这共产党瞎的人 就是这事说不好 这事 22号 他发布的消息 而在这个前后呢 另外一家投资公司的原董事长 叫邓全农也被调查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围绕这个姓彭的 很多人被抓了 而都是跟生意 跟投资 跟这个 跟这个 中国的兵工 就是绵阳这个地方有关 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出资成立的 叫资产经营公司 而 这个地方是研究核武器的 研究核武器的 2016年 建桥科技孵化中心 中国绵阳科技城中心 你看 人家是有关系 是有关系 这个事 这个事大了 这个事就变大了 这个事就变成 他其实真正的概念就是 到底这个女人是替英国人干事 还是替习近平干事 他两头都干 两头鬼 两头鬼那可不是好东西 那东西太脏了 他是两头鬼来的 而且呢 谁给钱 而且他通知 应该讲通知 2016年12月19号 成立中心 那他们出现在仪式上 17年3月 受聘于西南科技大 经营管理学院 做客座教授 33岁人就是客座教授 这不开玩笑 这个是他 这都是军人 而他是 而他是外国人的身份 网民从外国公司资料发现 他在英国有四间公司 他是英国人的国籍 那彭雨晴 单向副省长之后 分管了 分管了叫国有资产 科技 国防科工 应急管理 通讯 居民融合委员会 那这个女人要吃死他 那是没问题的 这是英国的前首相 叫什么 David 这个 我个人觉得就是 我个人觉得就是个笑话 这是一带一路 大家要明白这是一带一路 中英一带一路论坛 对吧 所以人家是替习近平 做的一带一路 人是猴变的 这是共产党说的 那这位女士把所有男人都当猴耍了 这位女士把所有男人当猴耍了 这个东西你只能这么看了 对吧 28号昨天 传媒界 姓郑的先生 证明 十多年前出事的时候 是被国安部带走的 人们不太相信 那海外事先知道了消息 级别太高 所以很难守住秘密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我们这篇文章是阿波罗网站登的 他就综合了所有的消息合在一起 这样的干部还没有公开的时候 海外有报道 那后来发现谣言是真的官场 如果他有对立面的话 清灾乐祸巴不得他 这就另外一回 这都无所谓了 这都无所谓 就来证明是 这爷们被抓了 而这爷们被抓呢 现在看到了背后有一个女人 而这个背后的女人呢 是替习近平在英国呢 开展一带一顾 这事 这事我听着怎么那么乱呢 听着真够乱 但那就是这么回事 看起来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 所以 共产党是个笑话 丛林法则就是个笑话 他为贪得无厌的人 走向不是人的 不是人的状态 打开了叫什么 康庄大道 这个 因为这是 应该我们跟大家分享内容是相当 应该是比较快的啦 我看到内容也是比较快的 大概也就三四个小时 感谢朋友们 请时潮喝咖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